獲得奧斯卡最佳改編劇本的電影模仿遊戲 講述二戰期間的英國數學天才 艾倫·圖林他破解德居密碼電報機的故事 圖林也被稱為電腦科學之父 他製作的圖林機是當今電腦的雛形 而這位電腦天才現存的唯一手稿 現在正在香港展出 電影模仿遊戲中 數學天才艾倫·圖林埋頭打造 能破解德軍密碼的救命機器 這段二戰歷史的關鍵時刻 和這位被稱為電腦科學之父 所使用的數學程式 都被記錄在這本56頁的筆記本中 手稿持有者是英國劍橋一家文具店的老闆 筆記記錄下艾倫·圖林 對解碼機的數學原理及思考 根據歷史學家估計 圖林跟他的團隊 因破解了德國納粹的密碼系統 而十二戰縮短了至少兩年 所以它是一層 一層 而是這位魔衛 不是這位魔衛 但這位魔衛 這位魔衛 劍 尽管因为图林的发明扭转了二战局势 全英战争被列为最高机密 这段历史封存了整整50年 在战后图林还因为同性恋倾向 被英国政府迫害定罪 直到2013年才获得英国女王的赦免 为她证明一生贡献